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老外做不到的 诺,就连我们经常用的打印机都被老外玩坏了 原本打印机都是用来打印文件的 但最近却被老外拿来打印零食 瞧,老外刚把买了的汉堡放在打印机上 看看打印机能打印出汉堡吗 等那几分钟后,这打印机还真打印出一张纸 纸上正是过于逼真的汉堡和牛肉 这未免也太搞笑了吧 接着老外又拿出一包薯片放了上去 当启动开关后,别说打印了 就连薯片上面的碎痕都给安排的明明白白 敢挑战的小哥这次又突发奇想 要是把可乐倒进打印机中 会打印出什么样的效果呢 可以看到,老外拿出一瓶可口可乐 接着就拧开瓶盖并倒了下去 再次启动开关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纸上还真出现许多气泡 和可乐一样的咖啡色 玩上眼的老外又拿出洗发露 把它放在打印机上面后 让人预料之中的是 这洗发露还真被打印出 看着这图案简直就是神还原啊 不知大家还想打印什么物品呢 视频的结束,我们来玩个脑筋机转弯 问打狗要看主人,那打老虎要看什么 知道答案的小伙伴们欢迎来探讨 喜欢我就点击收藏和关注哦 每天给您分享不一样的一句视频